- 邱愛莉老師 - 那我要歡迎邱愛莉老師 - 邱愛莉老師 - 邱愛莉老師 - 邱愛莉老師是我的偶像 - 之前有看到我推薦她的書 - 那我今天還把書帶來 - 粉絲見面會的感覺 - 我是網美見面會 - 邱愛莉老師一起錄影片 - 我真的超興奮 - 然後我就期待了很久 - 因為他真的是我買書的啟蒙老師 - 然後我還去聽過老師的說明會 - 而且學到超級多東西 - 就是在我開始要當 - 新手買自己第一個房子的時候 - 然後我 - 就是我前面影片有推薦到 - 他的兩本書我就覺得 - 老師的書真的是很認真的去寫 - 給我們這種剛開始要出來買書的人 - 就是有一些老師真的是會寫 - 可是他比較投資工具型 - 可是你的書是有點像是 - 教 - 教著我 然後帶領著我的感覺 - 對 - 然後所以我就很想要請老師跟大家分享一下 - 因為可能也有些人 - 他很忙 然後沒有時間看書 - 可是我覺得老師的故事是有點勵志的 - 然後開始買自己的第一間房間 - 到現在可能擁有很多個房子 - 然後開始當包租婆 - 然後開始有比較多的被動收入 - 好 謝謝冰冰啦 - 就是今天我說網美見面會 - 就是我從一進門前呢 - 我就跟我的助理說 - 哇天啊我今天要跟冰冰要錄影 - 就是真的是網美網紅見面會的感覺 - 見面會的感覺 - 對 - 那可能是自己負債或者是家人負債 - 我就跟他講說啊 - 一般我們會做一件事情 - 通常就是兩個原因 - 要嘛就是歸避痛苦 - 要嘛就是追求快樂 - 你覺得哪一個對你的動力是最強的 - 痛苦的 - 痛苦對不對 - 對 - 所以其實負債這件事啊 - 像我那時候是因為家人投資股票負債嘛 - 那時候在我工作第四年的時候 - 所以其實那時候負債四百多萬 - 其實對我來說其實是一筆金額 - 只是後來我們家選擇 - 跟就是剛好政府有推債務協商 - 我們家就跟著債務協商 - 對 - 但是我覺得也在那個時間點 - 我意識到就是其實理財的工具是很重要的 - 然後只是說理財的工具其實有很多種 - 每一種都有它的優點 - 也有它要付出的地方 - 然後剛好我們那時候又剛結婚 - 然後我們又先住我公婆家的房子嘛 - 所以我們那時候 - 可是我那時候就想說 - 有一天當我生小孩 - 我一定會想要搬出來 - 可是我連怎麼看房子 - 怎麼溢價 怎麼貸款 - 怎麼裝潢 - 怎麼裝潢其實我都不是太了解 - 所以其實我是這樣開始解讀房地餐 - 全部都自己學嗎 - 全部都自己學嗎 - 對自己學 - 然後當然我也是上了很多的課 - 對啊我覺得其實上課看書 - 這些都是很好的 - 就是我覺得像我自己在寫書啊 - 我的書都是自己寫 - 我都沒有寫手 - 所以我的書很難長 - 就是這樣你看我們一樣的 - 很像是說話對不對 - 很像是說話 - 很像是說話 - 對所以其實 - 我覺得有人願意把它會 - 或是他經歷過的東西 - 因為有系統的整理出來 - 我都覺得是 - 很值得把握的 - 對 - 所以我都會去看書跟 - 聽演講跟上課 - 我覺得 - 書跟講座超重要 - 因為講座跟課重要的是 - 就是別人把它十年二十年的精華 - 全部一次跟你講 - 然後你也不用去看東西 - 你就坐在那裡聽就好 - 嗯 - 然後看書重要的是 - 因為他都整理好了 - 嗯 - 所以不管現在網路上的頻道 - 或是電視多發達 - 我覺得 - 真的 - 我自己真的要買的時候 - 我學到最多的 - 然後最有用的 - 真的是看書 - 嗯嗯嗯嗯嗯嗯 - 因為它很有系統 - 然後又不會為了節目效果 - 對 - 一定要怎麼樣的引導 - 對 - 因為你很多在節目上看到的東西 - 其實實際發現是不可行 - 就是做不到而已 - 可是你會覺得 - 喔喔好像很厲害 - 可是你自己實際要買做不到 - 因為有時候是為了節目效果 - 跟有一些特地的案例 - 它要拿出來當成故事 - 因為沒辦法 - 因為節目本來就要 - 訴求一個標題嘛 - 對 - 所以其實 - 我那時候其實也上了很多的課 - 嗯嗯 - 然後我甚至還有去上那種 - 土地開發的課 - 其實很進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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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想說 - 如果我要買公寓 - 尤其是台北市 - 可是那種課不都超級貴嗎 - 嗯不會 - 其實有一些是專門給業界的人上的 - 那一般人要怎麼樣去上這種課 - 嗯其實房間有一些啊 - 就是如果你真的要找的話 - 其實它有一些是專門給 - 專門想要踏入做土地開發的人 - 嗯 - 對 - 可是你聽一定會覺得很尖深 - 可是我就覺得 - 反正 - 我那時候還沒有小孩的時候 - 我其實時間是真的比較多 - 所以有一些課 - 我覺得有興趣 - 沒聽過的 - 我都會想說花一點時間 - 去上 - 這是一種 - 然後另外一個原因就是真的還是要自己換房子 - 對 - 所以其實反而我開始覺得房地產之後 - 剛好有一些前輩 - 我就看到他們其實是 - 反正最吸引我的其實是格套收入 - 嗯 - 一開始 - 所以可是格套收入真的它的門檻 - 是比較複雜的 - 就是包含它的裝潢啊 - 然後它的法規啊 - 嗯 - 所以的確 - 可是那時候其實最吸引我的是它的原因 - 因為我那時候真的很想要有穩定的被動收入 - 然後也希望讓我媽媽可以有租金的收入 - 我後來其實是先有了幾件格套收入的物件 - 我才買我自己人生第一間自住的房子 - 對 - 先做好幾次玉璽玉璽玉璽的感覺 - 對 - 逃犯自己的 - 對 對 - 然後也有這樣自己加速自己純潛的收入嘛 - 對 - 因為老師剛剛分享了他的故事 - 其實學到很多東西 - 有一些是書裡可能還沒有寫 - 因為這兩本書可能是 - 最新的這本是2018的嘛 - 然後這一個是比較早期 - 我覺得這本是超級工具 - 到現在還是很受用 - 可是真的可能有多一些人生經驗 - 然後呢 - 我其實會真的真的去簽約下訂 - 是因為我看到這本書裡面 - 結果我還把它遮起來 - 就老師有講一個 - 就是真的蠻多人 - 其實在你要買房子的時候 - 他可能會左右你說 - 欸現在房地產不好啊 - 現在台灣房價不好 - 什麼收入跟房價台灣不成比例 - 其他國家都沒有這麼高 - 到台灣的很高 - 可是我說真的 - 我去了很多很多國家之後 - 我覺得台灣是一個很適合生活的地方 - 我不會因為別的國家 - 物價比例比較沒有那麼高 - 或是幹嘛 - 我就會想要移民或是什麼的 - 因為台灣真的很舒服 - 然後 - 跟房地產 - 對你一直去聽別人跟你說 - 台灣現在不要買房 - 然後不要做這件事 - 家人就跟你說 - 可能會跌 - 或是房地產老師 - 可能說以後以後會怎麼樣 - 然後你就一直在那邊猶豫不決 - 然後我自己也有點迷蒙 - 在你可能真的要簽約下訂的時候 - 旁邊開始會有人跟你講話的時候 - 你就會覺得 - 這樣是對的嗎 - 對這樣可以嗎 - 可是你真的很喜歡那間房子 - 也真的沒有辦法跌到你覺得超級便宜 - 的時候 - 然後我就看到老師就說了一個 - 不管房價高低 - 永遠都有被遞過的房子 - 然後我就因為這句話就 - 增加了我信心 - 就至少 - 至少很像有一個人跟你講說 - 對這是我的經驗 - 我就真的有去簽約下訂 - 然後所以我就想說 - 欸想要請老師分享一下你最近有沒有新的感想 - 嗯 - 其實最近很多人問我 - 尤其是從16年以後 - 我們常常聊天啊 - 就有同學會問說 - 他是什麼時候是谷底 - 看到谷底的時候 - 準備好錢 - 然後谷底的時候 - 欸這很重要 - 所以什麼時候 - 我也想知道什麼時候 - 這樣我剛剛可以再買第二件 - 其實我覺得 - 什麼時候才會知道谷底 - 你覺得呢 - 不知道啊 - 對啊 - 所以 - 搞不好媽祖會告訴我 - 搞不好媽祖會告訴我 - 就寶貝一下 - 對 - 其實你會知道什麼時候是谷底 - 就是當媽過了以後 - 哦 - 知道啊 - 就例如說 - 假設明年的這個時間 - 嗯 - 你要在這個房間 - 然後喝著咖啡 - 或者看著陽台 - 外面的風景的時候 - 不然意識到 - 欸去年的這一天 - 在錄影的時候 - 嗯 - 原來那時候是谷底 - 對耶 - 或者你要等房價回去 - 或是開始又回溫之後 - 妳才會知道說 - 原來過去那個時間點 - 嗯 - 因為這是正常的嘛 - 因為我們不知道現在的確局勢會怎樣 - 但是我覺得 - 為什麼我會說 - 不管什麼時候都有高估或低估的房子 - 這是 - 就算之前是賣方市場 - 嗯 - 還是有人買的相對便宜一樣 - 嗯 - 就算現在好像是買方市場 - 大家都意價覺得幅度應該很大 - 還是有人買的相對微啊 - 嗯 - 這個重點就是 - 如果我們看十家等部吧 - 妳就會發現 - 十家等部都是一個區間 - 嗯 - 就是同一個路段 - 或是同一個社區 - 可能都是六樓到八樓這種中間樓層 - 可能有人買三二 - 可是同一個路段有人買三八 - 有人買到甚至四四 - 可是都是正常的 - 因為每個房子的面向也好 - 或者是它的條件 - 嗯 - 還有一個我覺得最關鍵的 - 就是屋主他本身賣這個房子的動機 - 跟它的急迫性 - 對 - 所以其實我們說的屋主 - 其實當然包含了一般的屋主 - 但是當然也包含了建商 - 例如說建商的漁屋 - 它在清的時候 - 我前老闆啊 - 不知道他很低調 - 但是我一定要卸他的梗 - 他現在住在奇緣童法局 - 嗯 - 他最後 - 它的那間房子幹嘛 - 就是那個建商的最後一間 - 嗯 - 它就是開著它的 - 開著它的Push - 去下定的 - 哦 - 然後他直接跟他講說 - 我就是這個一口架 - 嗯 - 然後他說 - 我知道這是你最後一間 - 我也不喜歡拖 - 嗯 - 我們就速戰速決 - 就這個價錢 - 它看很便宜 - 因為還賣不掉 - 建商還想趕快賣賣啊 - 嗯 - 它其實不至於賣不掉 - 但是它那個漁屋可能會放很久 - 因為它接待中心還要養人 - 對 - 而且它一樓的店面還要空在那裡 - 為了這個接待中心的目的 - 嗯 - 所以它也想要趕快測場 - 嗯 - 然後剛好我的老闆 - 他就是一個子很好的人 - 嗯 - 他也是一個到現在都還是在外商公司的副總啊 - 嗯 - 所以他 - 他也是 - 我第一人輸出的講到一個老前老闆 - 就是他 - 哈哈 - 我那時候寫他的時候啊 - 我就寫 - 我裡面有寫到一個 - 就是我的前老闆 - 然後我們在聊天的時候 - 他就會鼓勵我們說 - 買房子出了 - 自己製作需求 - 嗯 - 其實就像你剛剛說的 - 為什麼我們剛剛在霧營前在聊天 - 嗯 - 明波媽就說呢 - 他其實會想要買房子 - 你來講一下為什麼 - 因為我一直在想說 - 老師如果跟我說 - 三年後會跌 - 我可能三年後還是沒有錢 - 呵呵 - 我需要一個東西 - 逼我把錢存起來 - 嗯 - 因為趁現在有 - 因為我是很多訂立的人 - 趁現在有賺錢的能力 - 對 - 跟有需要給自己一個目標 - 去把錢存下來 - 對 - 對 - 所以就是它裡面有提到說 - 就是我們錢 - 嗯 - 買房子其實的確是一個目標 - 嗯 - 就是你可以把自己規劃成 - 我要存到那個數字 - 或者是我要 - 為了要能夠繳房貸 - 嗯 - 當然有人就會說 - 我為了繳房貸 - 要把自己綁在工作裡 - 嗯 - 這個好像就又很 - 好像很沉重 - 嗯 - 但是其實我覺得人生本來就有一些責任 - 嗯 - 可是有一些目標是你想要 - 真心想要完成的 -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看 - 你到底有沒有真的很想要房子 - 對 - 對 - 如果真的很想要房子 - 你自然就會想辦法要做功課 - 跟多跟一些人請教 - 所以那時候我就寫他的那一段的時候 - 我都很怕 - 我就說他在 - 嗯 - 大子從話區還是草的時候 - 嗯 - 然後我就買了 - 嗯 - 然後從套房換到最後賣掉的那個房子 - 是一個豪宅 - 嗯 - 就是他賣掉那個價格是一坪百 - 嗯 - 然後他就搬到 - 他那時候一開始搬到內湖 - 然後現在又搬回企業從話區 - 因為小孩讀書的關係 - 那時候我就問他說 - 欸我寫那一段 - 我就給他看完 - 他就說我有沒有貼近你的紀念 - 我說我當然有給你改寫 - 但是我怕我寫的太誇張 - 就他看完之後他說 - 對於過去的一切 - 我充滿了感恩 - 就還好自己有做這件事 - 我現在真的覺得還好 - 嗯 - 假設我沒有寫的太誇張 - 對 - 就是你真的是經歷過 - 你才會知道欸 - 對 - 有點好笑的是 - 就像是 - 你跟你的男朋友要分手的那一個月 - 你會覺得我為什麼要分手 - 為什麼很難做 - 一年後你就會覺得 - 還好有分手 - 一年後你就會覺得 - 還好有分手 - 結果新的 - 講得這麼貼切 - 一年後交了一個新男友 - 或真的嫁一個好老公 - 你就覺得 - 謝謝前面那些 - 還好我跟他們分手 - 還好我前面有先存錢 - 有先買房 - 有先付錢 - 嗯 - 但這個剛好也呼應到 - 就很多人看房子 - 他已經下定決策看房子 - 但他一直看一直看就覺得很挫折 - 因為有可能喜歡的房子沒有談到 - 或者是可以談得到的價格的 - 都不喜歡 - 但我覺得有一句話 - 剛好呼應你剛說的感情 - 就是 我记得我刚开始看房子的时候啊 我就一直看 然后一天到晚就是觉得价格还可以的 而且我是投资导向了 所以一开始我是投资为出发给在找物件 所以我常常在下斡旋 然后也常常会被叫去退斡旋 因为价格没有到 或是物主不愿意谈 有的时候我就会去退斡旋嘛 然后有一次我就跟我老公说 我今天要去下斡旋了 然后隔两天后 我今天要去退斡旋 就常常这样发生 他就问我说 你一天到晚在下斡旋 一天到晚在退斡旋 你会不会啊 就我刚刚在学识吧 我那时候就跟他讲一句话 我说呢 如果老天没有给你你想要的 是因为他要给你更好的 对就来来去去没关系 然后老公说是哦 过了一分钟之后他就说 所以老天没有给我林志玲 是因为他要给你 给我你哦 你老公白眼很好笑耶 所以我觉得 我记得跟很多学员聊过 就是他们有真的在找制作的房子 他们后来真的买到自己喜欢那一间的时候 都很庆幸前面的没有买到 这真的是 我这后来真的觉得这样 因为我自己看了一半的时候 你也会觉得 我的困扰不是 价钱可不可以 我的困扰是看不到我要的格局 嗯 因为 就是现在新房子的格局 因为公社别的关系真的很奇怪 对 然后採光都不是很好 所以真的是 你就会突然间发现 你想要的你买不起 尤其在我第一间房 你沒有這麼多錢可以真的一次攻頂的時候 你只能折中取捨的時候 你想要的買不起 然後你買得起的全部都不是你要的 然後你真的會有每一間進去就會覺得 就是你看到最後你真的門打開進去 你差不多用五分鐘你就知道這個要不要就可以走了 然後你就會想說真的看不到 然後你預算內的真的是全看了 然後沒有你要的時候 最後就會莫名其妙 我現在的這一間房子是 我另外一個朋友突然間跟我說 我的另外一個做家具的朋友好像說這件件衫很好 然後就是我現在買的那個件衫 真的是我看了旁邊每一區 然後我就我記得某一個代小公司有跟我說 就是那一間還沒有賣完你可以去看 對 可是因為我聽到它的名字我覺得很慫 我就不去 我就很白癡 我就因為它的名字很慫 這個名字真的很好吃 因為我就想說如果我以後住這個家叫這個名字 我想說應該還好 我就不想去然後我就真的沒去 過了半年之後 我明明想要走到那個門前 我想說 它不就是我之前說的那一間 我不想來看的那一間 然後它的對面我還看過 那我後來看一看我就居然就買了 你後來就突然間發現真的是很多的巧合 就是明明之中指引你的 後來回首又是在欄杆處 對 我之前還有聽過有一個人就說 他就說吸引力法則也很重要 就是他在他的書桌前貼他想要買的 例如說建案或是他想要的格局跟條件 然後每天看每天看每天看 他最後下訂的時候一回家整理東西的時候 然後才發現那樣紙上面寫就是他要的格局 就是我覺得這就是把你的想要的東西 對 一個具體夢想 就是打那個夢想式句的話 這個很需要 對 它其實某方面是在提醒你的潛意是說 你要不要管花錢 對 然後跟你要勤勞看房子 跟就是你要怎麼樣理財 怎麼配置你的錢 對 它其實是一個提醒 對 跟我現在買了房子之後 我覺得消費習慣真的會有改變 就是 以前會覺得 買一個大筆金額的東西還好 現在 我開始看家具了 我現在開始想到 我的一個包包可以買一張沙發的時候 我就想說 還是買沙發 一個媽媽可以買一個冰箱的時候 我就想說 還是買冰箱好了 對 的確因為第一個是 你就會發現說原來錢有不同的用法 然後它是更有效益的 跟更保值的 在房子上這件事 但是的確房子要做很多的功課 對 這也是為什麼我會鼓勵同學可以來看書 然後跟來聽講座或是來上課 然後它其實是一個 比較壓縮自己學習曲線的一個房子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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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